全新節目隨意深度行 將會在星期四晚10時30分手播 樂意帶領四位女神女友 包括李佳心、劉詠璇、高海寧和王翠如 深度遊歷馬來西亞不同地方 帶給觀眾不一樣的體驗 不過很多人笑樂意是公器私用 找美女陪自己去旅行 只可以背着Tiffany逛街隔 而見面不少男士羨慕死 這次這個節目有什麼好看 只看四個女生都夠看 四大女神 我配搭而已 我只負責做導遊帶她們去看 我也很明白香港觀眾看什麼 沒理由看我的 當然是看四大女神的 我能夠在節目裡找四大女神 其實表面大家說是公器私用 有很多女神為主 其實我們全都是綠葉 看到嗎? 我們每個人都是襯托著這朵花的 所以 所以不是 你人大了就懂得說話了 你以前不是這樣說話 你現在越來越精英 所以我們都疼你的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她始終都是演員的身份 她變了監製的身份 所以反過來她會很明白我們 所以她就算找每一個嘉賓 她都會很懂得照顧你的嘉賓 因為她自己也知道 但是奈何她也是監製的身份 所以她要看的東西也很多 是 她的眉頭皺到 每次一遍鏡頭的時候 你會看到 林俊宇 她說OK 這個我又搞定 OK 這個我搞定 他什麼都說OK 那女神 有沒有滿意這次樂意的招呼呢? 那是滿意的 是 因為我那幾天 我拍了三天 嗯 然後我是在武漢直接飛 馬來西亞拍 然後拍完之後直接飛回武漢 我只有三天時間 但是我拍了很多東西 我每天睡得過兩三個小時左右 因為我們的車程又長 所以我經常處於一個 然後我做肚子 她真的有肚子 她真的有肚子 我真的要感謝她 她早上打來的時候說 我病了 我以為又少一個人 那不要緊 那也沒辦法 她說我可不可以戴口罩 我去哪裡找啊 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 這些就好像表面神在稱讚 哈哈 其實是什麼呢? 我真的真心稱讚 喂 如果給我平時 喂 不好意思 真的病了 你自己解決吧 喂 她就說我可不可以戴口罩 她不是說可不可以不回來 嗯 這些這樣的演員 還有這些這樣的朋友 在哪裡找呢 是 哇 兩協插刀啊 大哥